这就是Y3T训练法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2021年年底 陆陈辉和小萝卜在龙穴健身房和尼尔教练一起训练的视频 这时间过得是真快 一转眼将近两年了 尼尔教练现在就来到中国授课了 咱们看看之前的训练 顺便给大家讲一下尼尔教练的Y3T训练法 有什么独到之处 这一天陆陈辉进行腿部训练 别看这个片加了不少 尼尔教练说这个还只是热身开始 一般都不会特别重的 目的只是为了启动神经的适应性 不用做到力结 训练过程中因为感觉到陆陈辉的力量超出了预期 所以教练又给他加了几个大片 兄弟们看看 我估计也就龙穴这里边能这么练 如果是一般的小工作室 这力还没有结 这片可能就先结了 最后这片快加满了 一边15个大片 基本上就是不能再加了 教练建议大家来到健身房 如果想突破极限 进行大重量训练 就得重视营养和补足水分 另外这个器械上还得做好安全防护 总之安全第一 不要受伤 倒灯之后是哈克的身尊 再来就是腿去伸了 中间还穿插了呕吐训练 主要是训练肠胃蠕动功能 厕所门口还有AED 也就是说遇到更严重的突发情况 也有应急准备 其实尼尔教练这个Y3T训练法 主要是通过三周的循环 第一周主练2B型肌纤维 这种肌纤维力量比较高 但不持久 适合于短时爆发快速训练 陆辰辉现在的训练内容就在第一周 所以需要冲击大重量 到了第二周主练2A型肌纤维 既能有氧带现也不容易疲劳 适合持久的快速运动 到了第三周是主练1型慢缩机 以及扩张节地组织 同时还得用组肩暂停法 虐待自己 这样一方面可以降低太频繁大重量 而造成的受伤问题 另外还能降低神经的疲劳 还有一方面就是可以充分锻炼 所有不同类型的肌肉群 然后用不同的训练法 打乱身体的这种适应性 再者到了第三周 还有大量的燃脂效应 所以说它叫做Y3T训练法 陆辰辉今天的训练 是安排的大腿内收作为结束的 现在陆辰辉这个动作 好像已经提升了不少力量了 经常看到他的视频 在进行大腿内收机的训练 那今天的视频 咱们就先讲到这 下期再见